透过耳根本具的绝招力 能够帮助我们深入行门修持 任严经25元通告诉我们 可以用耳根、眼根、鼻根、舌根、声根、意根来修行 但是在84000法门中 因为耳根有1200个功德 因此最为圆满 耳根元通是关于法门的其中一环 也就是关于它教导我们的所有法门里面 耳根元通其实是最方便的 耳根元通很明显就利用 跟它本具的绝招力 就不是你要听你不听 听起来你听了以后想 你就晓得它不是听 你听了以后只要碰到想 你就晓得它不是听 耳根元通就一直听就在听 只要离开听都不是 这样慢慢的 你又可以绝照到当下的我们说的声音 一些声音 动向就有声音 静向就没声音 动静恶向 了然不声 了然清清楚楚 然后不声什么 不声心 不起心动念 那这个其实就是慢慢我们说 有一句话叫离心意识修 离心意识修 就离开八识 七识六识 甚至前五识 离开这些来修 耳根是最棒的一个法门 运用耳根元通修行 你会慢慢的发觉 借着生成 借着耳根 慢慢去了解自己的绝招性 由绝招性到达极灭空性 再看到万法的本性 如果能修持到听只是听 就能从外境的生成到达极灭 当极灭现前 不再用心意识的时候 就会发现身心的自在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 无所谓 我会发现身心愈 飞味道